听听客凡想想自己 会觉得其实自己的人生 过得还不错 你4000万30岁归零 赔了4000万怎么办到的啊 OK就是我第一次买股票呢 那个时候他会是25岁吧 然后我就买到一支 第一支哦 就是现金去买 买现股叫中强电子 当天是从平盘我买 他就到涨停 然后还不到中午12点 就变跌停 哦哇 刚天啊跌停又涨停 对我太记得这个新闻叫做 他的这个应该是董事长吧 王靖也先生掏空公司 他还记得耶 对 记得董事长是什么 有创伤 王靖 对这种不好好弄公司的人 一辈子都会记得他 连续14支跌停 哇 千王耶 第一次买股票 对等会可以卖掉的时候剩下 一块多还两块 能量 然后呢 这一档就赔了多少 140 140 哇就是差不多 可是因为我以前是 等于是唱校园的歌手嘛 我那时候一场 一个月大概就 差不多10场到11场 不是你迎新 不是你迎新送就 不是看到周传雄就是我 不然就游鸿鸣 就我们三个没有在发片集会去唱这样 那我们当然是比那个以前 小哥飞玉青他们那个年代 那个在唱秀场的 算是我们更经济实惠一点 不过这样一个月这样 不用上通告 只是上上活动 就是五六十 你第一年 对不对 后来呢 就去买到一个叫做 远申科 就是东森 哦 东森 26块买的 然后买下去是买1200张 哇塞 哇塞 大户耶 不是 因为之前有一个 先是 你有那么看好意思买1200张 之前碰到那个 李登辉先生讲那两国论 当天我是跟吴念珍大哥在打高尔夫球 还打一组哦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幸福 那个球场还叫幸福球场 人生就够悲惨 还叫幸福球场 我还坐在那个卖店 然后看两国论 然后全部都绿水里面 对 然后他第二天还一直下光 那一天我就算 因为我那时候资卷玩很凶 就坐在VIP里面 那边冲来冲去 哇 出赶了耶 对啊 所以那一天好像就500吧 400多500 好像说满档这样 就满仓这样 都做多 他有想说那我来放空好了 放空一支股票叫金业 就是他这是把奇摩卖给Yahoo的 对 那他之前破断就是 90 110 90 110 90 110 我90来不及买 你会不会110放空一下 对 你会 就放空那一天 一放空呢 就看到新闻 哇 Yahoo 买了奇摩 然后他的母公司金业 大赚 大赚 对 1万 嘎嘎嘎嘎嘎嘎 这个大概100张吧 对 然后就是直接被嘎到 205打开 哇塞 区间整理 突破分区 205才打开 你做1000万还要再给他1000万 脱身这样子 就是这样的莫名其妙 到最后大概差不多4000万 这样4000万哦 就没了 对啊 我到最后是什么 我到最后是违约交割 我违约交割 才不能玩了 因为那个股 我那个账户就没有办法做那个 那个资券啊 我倒是还没有那么大胆去做到电比 要不然那当时很多人电比是更惨更惨 那时候你这些新闻有出来吗 那时候这些新闻有出来吗 当年没有 校园青春偶像 每天在暗黑的VIP市场 因为我不是去借公开 因为我不是去借钱 我是把自己的钱赔掉 这不算什么新闻 只能算是抚慰大家的心灵 那我很好奇在过程中哦 你看你每一次 你看你已经好几次都赔了嘛 你没有想说停手吗 因为可是我也有赚的时候啊 我在冲来冲去的时候 可能一天有50 80 50 80 但是你赔都一天四五百 我赔都是遇到那种两国论 特殊状况 要不然就是 东森是那种台开案爆发 要不然就是谁知道他会去买 我都是碰到那种 短时间长那种14根停板 我刚好在放空 短时间跌14根跌停板 我刚好在做多 是不是很疗愈吧 反正有特殊体质 但我后来发现跟风水有关 我下那个单的时候 我刚好是在 有一家那个 以前的一家夜店叫做Penhouse 就是台北是第一个有那个 有林冬高大哥的 高大哥开的嘛 你在讲哪一年的事情 他在顶楼 所以他那个顶会打开 会打开看到星空 后来 你们两个年代有这么近吗 后来我朋友 他是那个叫姓虚 我的一个好朋友 新访红酒啦 就把那边买下来 就本来他们的房子租给他开 然后我就跟他租办公室 我就好时不时 我坐在那个办公室 我那个位置就是以前 那个Penhouse的 那个夜店的厕所 汇气 汇气 我不敢怎么样 就是我基本上 我待在VIP室冲来冲去 就是买国家都没事 在那个位置下的决定 都是极为衰到爆的 衰到紧膀 衰到紧膀 后来我 懂了 因为在厕所啊 所以输到脱库啊 对啊 厕所就叫脱库啊 有通有通喔 这里都是会通的 后来我就听那个 我们那个球队的 就是我就不要再听了 我就直接问他 你觉得什么好 然后那个 我都已经这样 你觉得什么好 然后那个宜文 你还敢再问人 有有我这次问 你已经赔了4000万 就是献哥这种等级的 然后他就告诉我 比如说刚刚存股息 就跟我讲 中宫我记起来 黄翔我记起来 樱花我记起来 对不对 这个买1000张 都不会像你那个那么惨 他就直接跟我借到可乘 对 多久有事 大概2002 哦 2002 可是我买了他也是跌哦 我买60块 立刻就跌到55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骂他 还好吧 对他说不要这样 我买80好吗 但是后来每年都在200多啊 300多 对啊200多300多 对啊 谢谢谢谢怡文 谢谢 所以你可曾放了多久 可能你看这样17年吧 到现在还没卖 没卖 那你等于零成本哦 我没办法卖 因为我送给我妈啦 哦 对我因为有些是 亏他的钱要还他 我就买个股票还他 那这几年这个 有把之前的4000万 平回来了 这几年我觉得 一定有吧 一定有 你60块买的 对啊 随便都 配股配息 配股配息 然后再来我两年前结婚嘛 然后我就把那个 就很多 就亲朋好友都包 演艺圈 像我们出去 最少都是8000起跳在包的 对对对 那有我这种的演艺圈梦场 就会有纳斗啊 都包个2万啊什么 我就算一算 我礼金有快200 然后我就去买了那个统衣 听岳母的话 岳母说 那个时候天气冷你就买统衣 天气热你就把它卖掉 天气冷买统衣 因为饮料会 大家会喝啊 喝饮料 他EPS会高啊这样 结果 来了两年还OK OK 对 所以后来你的观念也改变了 长期持股啦 就是存股息啦 不然你有些至今 你也在想说你要怎么活用啊 你那个美金定存 或者是外币定存 万一有那个会差 你不是一下又亏10% 对对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所以缴了4000万的学费 你觉得你学到最大的教训 千万不要融资融卷 杠杆 你等于是每天借一堆钱 在算利息给人家 对对 你撑不久的 那因为这个市场上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像这四位讲的真的 那你告诉我中美贸易战 会不会有很惨的下场 你是猜不到的 猜不到 猜不到的 所以真的不要赌身家 三分之一钱拿去 要是真挂了就挂了 没关系 很多年轻人说 我不这样子的话 我翻倍没有办法啊 我要变有钱人很慢啊 你可能没有办法变有钱人 但是你要看看我 你可能会变很惨哦 他是因为这么会唱 这么会赚对不对 他刚刚现在改变的方式 可承跟统一 宪哥你觉得 我觉得统一应该可以啦 因为统一他持有统一超 45%嘛 所以等于买了一半的统一超嘛 那他每年固定可以赚多少 几乎都一定的 那他的配股配息也都差不多有六成左右 所以殖利率蛮高的 同意我觉得可以继续的持有 那可承他去年赚很多 赚三十几块 但是里面有很多是业外的 那当然目前来讲在250附近应该还好啦 不过再往上的空间 我觉得会比较有限 那电子股这种东西 他的一个点珠金点珠头嘛 他的一个 如果他的护城仰被冲破了 他的误会被取代了 他可能今天的高科技 马上变成明天的落后科技 所以电子股我比较不赞成你去做 所谓的一个纯股的概念 那他已经买了18年了 运气很好 他买在可承的刚刚在起涨的时候 那今天他继续吗 继续持续吗 以他来讲他是 他现在几乎是零成本 零成本他可以继续 他说那02年你去买台积电也一样啊 那你现在说250 你再去买可承要做纯股的概念 我就比较不赞成 对 柯凡哥听说领悟到十字增严 十字增严跟我们分享 买了就心中 心中 手中有股票 心中无股价 每天看那个的什么涨跌 或是什么一个大事件 都影响你心情的话 你就不要玩股票 对 真的 人生除了赚钱还有很多事要 那是王健先讲的 对不对 手中有股票心中无股价 对 不要放在心中 心无挂碍才可以长期 你有这个心态你再去买 对不对 就不给你了